第三个新闻很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第一营 金控它前进德国 以前我们到欧洲的时候 都是讲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 不是都到伦敦吗 伦敦因为脱欧 所以最近第一金控旗下的 第一银行5月13日 法兰克福分行开业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其实过去的话 就有五家公股的银行 在伦敦设有分行 但没有人在欧洲整个的布局 大家看到没有脱欧之后 伦敦的地位下滑 那还有一家民营银行的话 在伦敦 它的香港子行 在伦敦设有分行 那但是这整个的 就讲到风向球 正在这个转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盈 它在德国设立有指标意义 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英国脱欧 影响很大 第三个呢 欧陆的新的金融中心 这个德国 特别对台湾企业 有很多汽车的产业 蛋导体相关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